欢迎收看打开公话麦 我是许仲江 行政院长赖清德上任满月 今天有一份民调显示 民众对赖清德的满意度 执行力以及信心度都超过六成 尤其满意度更逼近七成 连带蔡总统的民调满意度 也回升到近五成 支持度也近五成五 果然是赖神 除了自己还能够拉抬蔡总统 不过民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必有其原因 为什么民众对赖清德有信心 是不是上任以来 几件重大的决策 民众较好 那作风明快 让民众觉得跟以前 的确是不一样 而在两岸关系部分 蔡总统的原则 有六成六的民众支持 那中国以及蓝营 还要一直叫蔡政府 接受九二的一中原则吗 说接受一中就有多少的好处 实际上不管是旅游 农业 电子商务等等 两岸存在非常不对等的竞争 政策性的农业采购 其实是慢性自杀 中国可以随时喊停 再利用受害的业者 向政府施压 那这种手法 台湾人能不有所警觉吗 相关一提 我们今天节目中 都有详细的分析 先来看2018县市长选举 蓝力选将在哪里呢 这也是蔡政府的其中考 其中绿云有九个县市 要争取连任 包括我们看到 基隆市长林又昌 还有桃园市长郑文灿 新竹市长林世坚 台中市长林佳龙 彰化县长魏明固 还有云林县长李静勇 嘉义市长图醒哲 还有屏东县长潘孟安 以及澎湖县长陈光复 特别是图醒哲的部分 先前因为民调是比较偏低的 传出可能会换降 那现在也顺利 以现任为优先保住提名 那在蓝印的部分 是都还没有确定 那另外在南投县长的部分 绿营将会提名草屯镇长 洪国浩来挑战 现任的蓝印县长林明珍 另外在台东县长的部分 则是会直接征召立委刘兆豪 来对上蓝印的 现任议长饶庆林 那看看这长期以来的 艰困选区 选民的投票意向 有没有因为蔡政府上台而改变 来看VCR 历平2018执政县市都连任 民进党选对会已经拍板 九个执政县市 由于争取连任的县市长都提名 包括基隆市长林又昌 陶渊市长郑文灿 新竹市长林志坚 台中市长林嘉龙 张化县长魏明固 还有云林县长李静勇 嘉义市长图兴哲 屏东县长潘梦安 以及澎湖县长陈光复 其中曾遭批评民调低 可能不被提名的图兴哲 目前也保住争取连任资格 地方劝劲的立委李静逸 则说两三个月前就确定 真的不会参选 我认为现任的图市长 他有参选连任的意愿 那我们就应该尊重 而且避免太多的困扰 认为说图市长民调偏低 有可能就是会让这个 绿营在嘉义不保 这个部分我们需要加强 就是诗化 包括这次前瞻基础建设 包括我们嘉义的铁路高架化 污水下水道的部分 我们也争取了很多经费 那我们就尽全力来协助图市长 除了确保守住现有执政县市 民进党还拼扩大执政版图 长期都是国民党执政的南投县 打算推派草屯镇长洪国昊 对决现任市长林明珍 至于绿营从来不曾胜选的 台东县长这一席 则打算由现任立院党团干支长 刘兆豪五度出征 力聘国民党议长饶庆龄 刘兆豪证实上周三中场会后 总统蔡英文当面鼓励 要他做好准备挑战明年选举 洪国昊则不表态 说尊重党中央程序 民进党2018县市长 第一波战将提名名单出炉 11月由党主席蔡英文 提请终止会通过后 就会完成提名程序 明时新闻综合报道 好 2018地方选举时间还早 但是民众会看 会比较蔡政府的施政 以及地方首长的表现 尤其上任满月的行政院长赖庆德 民调如何呢 台湾世代智库 今天发表最新的民调 在赖昆的施政满意度 我们看到高达的68.8% 那在执行力的部分是65.2% 对于拼经济有信心是63.5% 平均都是六成以上 尤其这满意度是近七成 连代蔡总统的民调也上扬了 施政满意度是49.7 那不满意度是45.1 是还有那么一点高 那支持度是54.8% 不支持度是40.4% 很明显就是赖清德上任之后 拉台上来 那为什么民众对赖清德满意呢 很明显就是上任的第一支箭 加薪军工教3% 那么台湾民众长期低薪嘛 不加薪 生活真的苦闷很久了 借由加薪带动民间的企业跟进 那接着回应立委直讯说 自己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虽然有那么小小的争议 但其实是被称赞构成实 台独又如何呢 民众不会在意 等一下我们看民调就知道 那接着赖魁在几项政策 都展现明快的作风 不像以前的政府 什么事都是研议再研议 其实就是一拖再拖 问题都没有解决 包括最新的工业区土地 长期不开发的问题 那赖魁也说你不开发 那就强制拍卖 解决现在吸引投资缺土地的问题 那另外我们看到 限改的议题部分 我们看到赞成这个宪政改革的是 有56% 那么朝野比较有共识说 这个投票年龄是 应该降为18岁 民众赞成是46.8% 但是不赞成有50% 等于是进半数 显然在这个议题部分 社会是还没有共识 可能要再去加强对话跟沟通 另外蔡总统的这个两岸原则 赞成是有66.7% 不赞成是24.9% 其实我们看到 蔡总统在这个国庆谈话当中 有高达六成六是赞成的 那显然大家是认同 目前其实两岸本来就是一边一国 为什么要接受 这个消灭自己的一中呢 或说隐藏一中的九二共识 那还有蔡总统就要召开 政党领袖会议 其实民众的这个赞成度更高 高达八成 那不赞成是十三点六 比例占得非常的这个小 那么对于这份民调呢 立委提醒 赞魁的民调比蔡总统高出两成 蔡总统要多加油了 来看VCR 行政院长赞清德上任满一个月了 民调数据持续亮点 高达六成民众 认为赞魁有执行力了解民意 更有六成三民众 对他拼经济有信心 整体满意度高达百分之六十八点八 逼近七成 总统蔡英文的满意度 虽然拉高到百分之四十九点七 但整整落后赞魁两成 这个人找出来的人选 大家是给他赞成的 是赞成是赞成到这个赖魁身上 但是总统确实也该加油 因为毕竟啊 这个他所挑出来的人选民调 比他多出了十几个百分点 那当然这不代表说民进党里面 那个哪一颗太阳变得比较大 或者说会有什么两颗的一个太阳 新人兴气象赖魁人气直升 不过总统抛出的宪改议题 也获得正面回应 人权入宪法条文 选制票票等职 还有召开政党领袖会议 都获得六到八成的民众赞成 除了投票年龄降到十八岁 这个议题 不赞成民众超过一半 投票到十八岁 有什么样的价值 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觉得这个还要再跟社会 做进一步的沟通 推升进步力量的时候 也需要更精致的论述 不管是限改的议题 或者是对赖清德 或者是蔡总统的这个支持度 就是云嘉南跟高平地区 他当然表现的支持度 或满意度是最高 那北北基 是相对比较低 那有些部分真的相差快二十趴 另外总统在双十国庆 发表的两岸谈话 也获得六成六的民众支持 就连泛兰民众赞成反对 也毕竟五五波 不再像过去一面倒唱碎 民众文家没 胡锡哲 谈不倒 好 我们看到蔡总统 在双十国庆的两岸谈话 获得六成六的民众支持 这是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 台湾如果接受一中 等于是消灭自己 尤其中国软硬兼施 那两岸现在是不对等的竞争 也就是中国可以 台湾不行 怎么说呢 我们看到媒体报道 在香港成立的海峡两岸 中小企业联合促进会 就简称海促会了 那在台湾要设立基层的组织 延览多位前农委会的高官任职 他们在做政治性的采购农特产品 那请问台湾可以去中国 设立类似的组织吗 当然是不行啊 中国是高度严格管制的国家 台湾却是门户大开 那因为我们是自由国家嘛 对中国因此要更为的设防 那中国现在是以商为政 蔡政府不接受一中 他就给你水龙头关起来 比如说旅客不来 采购不买 那这种两岸交流是非常不健康 风险极大 可以说是慢性自杀嘛 还记得去年的蓝八团采购吗 他们说去蓝营执政的县市 去给你买东西政策采购 或者说旅客只到这个八个县市 那这种做法 其实就像温水煮青蛙嘛 那我方的这个农产品 反正农民可能都会觉得 有人去买啊 一个货柜一个货柜一直出口 那久了之后呢 你在这个品质的部分 可能就无法这个去提升嘛 因为你觉得都有人买嘛 那一味接受这种政策的采购 风险就非常的大 他完全不可自我控制 短期好像很好 生意很好 但问题是他可能随时给你关起来 这不是一个健康的做法 那中国还有个做法就是 中资进入台湾市场 做不公平的竞争 像最近很夯的这个虾皮的这个拍卖 那他在是在国际资金去抢攻台湾市场 才不到两年的时间 虾皮在台湾的下载数已经破千万 要居台湾最大的行动拍卖平台 那他就是靠这种免运费 免手续费 这种补贴的手段快速的扩充 估算他一年要烧掉至少五亿元 那这种模式呢 一如这两三年中国电商市场的恶意商战 先用补贴来培养用户嘛 然后再拿用户的成长去资金市场去募资 那继续砸钱恶战 直到将对手踢出去为止 那台湾政府如果没有作为 台湾的电商迟早会被夹杀出局哦 到时候这种免运费的这种留些补贴 就会没有了嘛 所以说这种不对等的商战 我们的政府真的要注意了 那中国在十九大的前夕 台独建国联盟激进党 今天就召开记者会 他们认为台湾要跟中国 划出一条很明显的界限 在中国没有降低敌意之前 各方面的统战作为不能不防啊 那赶在中国十九大前 那么激进的开论记者会 希望台湾人能够了解 赶在中国十九大前 台独联盟激进党开记者会 希望台湾人能够了解 面对中国台湾的处境 依旧艰辛 台湾最大的危机就是 台湾人不知道有危机在的 那美国对北韩党部的孙 中国一定对台湾有所行动 跟中国总是要做一个人 所以不用什么军事的建设计定 输入台湾的军事 越来越用 这就很难 没有降低对台湾的敌意 他的飞机整天都还在 三不五时在绕台湾 越绕越近 然后飞弹对准台湾的时候 他第一没有降低情形 如果他所有跟台湾的交流 有助于台湾人民 降低对他的敌意的话 这就是统战 这也统战嘛 所以我意思是说 我们还要澄清 这是不是统战 这多可悲的一件事情 表示我们都没有危机意识 无论是武力上的进逼 还是柔性统战 台湾不仅需要 更充足的武器装备 独派更呼吁 过去马政府明知不可违 却实施的募兵制 应该要改回征兵制 无论 甚至他的排纸 还让他算来 大部分 加以所有的这个人数 这样说如果要改过 其实可能是改成 恢复我们征兵制 但是政治上可能 很大 这个难地就对了 这样的安全与稳定发展 从来不是透过屈膝 不是透过跪着趴着 换来的 中国十九大后 权力重组 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 台湾面对中国的各种威胁 挑战只会更多 美式新闻 综合报道 好 中国对台湾没有善意 连我们的元首出访 都要很小心 蔡总统将在十月底 出访南太平洋的三个友邦 包括图瓦鲁 马绍尔 以及所罗门 形成总共八天七夜 不过过境的地点 还没有公布 外传是美国夏威夷 那外交部长李大为强调 要等美方公布 因为华府现在还是周末 最快要等到明天 这跟中国举行十九大 是没有关系的 蔡总统将在十月28号 展开南太友邦出访行程 但过境地点保密到家 过去马前总统与陈前总统 大多选择关道 不过这一次 外船将过境夏威夷 再到马绍尔 所罗门及土瓦鲁 总共八天七夜 华府还是礼拜天晚上九点钟 日本人家还在休息 总而礼拜一他们回去以后 他们决定 不是他们同意了以后 然后再送回来 我们看到应该是礼拜二了 最快周二公布过境地点 外界揣测是不是可以要避开 18号将举行的中共十九大敏感时机 避免制造不必要纷扰 李大为否认与十九大有关 并强调这一次出访的三个国家 邦仪都很稳固 纯粹是由于时间考量 才从南太六个邦交国中 选择邦交时间相对长 几乎都有三十年的三个友邦出访 国内有这么多事 国际有这么多事 十九大刚刚结束 然后川普总统来亚洲 对不对 然后开APAC 对不对 要外界别多做揣测 蔡总统出访南太友邦后 外交部也不排除 明年建设总统出访 加勒比韩友邦 共骨邦仪 美国新闻陈寗简时风 特别报道 特别市场柯文哲 上午到市议会进行专案报告 由于太太陈佩琪 之前在出席联合议员说 雄赞功高震主的这个故事 市议员批评根本是肉麻党有趣 应该要向天真的儿童道歉 不过柯P神回 直询时间到了 没有道歉 随后直询了市议员秦惠珠 给柯P三十秒的时间 问柯P要不要道歉 那柯文哲强调 陈佩琪在做的事情 他也没办法控制 好 时间到 市长柯文哲到市议会进行专案报告 议员却准备一串胶 当场要求和市长一起吃 舅舅产销失衡的胶农 一均一百块 比现在一均 存不到十块 这个市长 国军吃了两个月的香蕉 胶农苦不堪言 对啊 这个就是政府失能 柯P坦言是政府失能 但让台北市民更心碎的 不止北市府的农业产销 还有一托好多年的大巨蛋 和公仔政策 大巨蛋延宕至今 现在又传出啊 更令人发指的事啊 带着蔡碧如主任 私下去跟赵滕雄会商 你去了几次 谈了什么 你去几次 谈什么 我只是把他骂一顿而已 原来柯P的任期呢 完成以后才能够达到三千四百多户 所以呢 这些年轻人 这些笨小孩子 能什么 我梦听 我梦听 你对于公仔的这个支票 已经确定跳票 对外科市长被批评 失能对内也被太太陈佩琪吃死死 因为日前和陈佩琪一同出席 连衣说故事活动 陈佩琪说起雄赞 拱搞正主 每天被财狼虎抱 批斗 还是尽力而为的故事 就被外界批评 是在影社科市长 消费天真的小孩 你这一次 你是拿儿童当道具当布局 你消费儿童的天真 你向社会道歉 你向天真的儿童道歉 你道歉 时间到了 其实有时候程佩琪在做的事情 我也没有办法完全控制 事先我都不知道 我还问她说 你怎么这么搞笑干什么 那她有没有觉得她闯祸了 没有啦 我太太是蛮强势的人 说太太陈佩琪很强势 要外界别太认真看待 但重要的市府建设 恐怕就不能打哈哈 对市民敷衍了事 美式新闻学论 公众议SNG小组台北报道 对于外界的批评 说这功高正主 拿孩子当政治工具 陈佩琪今天淡然回应 她举苏东坡 看佛印的故事 就暗指外界想太多了 出席公益活动 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夫人 陈佩琪一丹燕乳癌防治大使 信上红四代呼吁台北市民 年满45岁就应该及时 去做免费的乳房筛检 但外界仍然聚焦 上周的陈佩琪 化身说故事姐姐竟然讲起雄赞 功高正主 名调比师大王还高 结果每天被豺狼虎豹批斗 似乎在影射柯文哲 这个苏东坡看佛印禅师都是一坨牛粪 人家佛印禅师看到苏东坡都是一尊的佛陀 所以就跟今天的好日子一样 这个云朵从你的头上飘过 那你看什么东西 心里想什么 你看那就是一个什么 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匹匹 要据苏东坡跟佛印的故事说 心中有佛就会看见佛 心中不干净 看见的就是牛粪 暗喻人本说他把小孩当作政治工具 是人本自己想太多 柯文哲就说陈佩琪比较常识 这个雄赞的故事 他事前根本不知情 大家当作笑话 看一看就好 他有问我说你怎么这么搞笑 我说我就是前面的两分半钟 是我的医疗的故事 是要跟家长讲的 那后面的三十秒钟 就是我的一个搞笑的节奏 大概就是花了三分钟 来想想看我的故事 就这样子 不顾记者追问陈佩琪快速离场 到底雄赞的功高震主 民调又高的故事 跟柯文哲如此雷同 是巧合还是精心设计的桥段 留给民众自己解读 民事新闻网根城台北报道 再来关心台湾戏院工会 筹足旅行团 昨天在中国湖北三峡的风景区 遭遇落实造成三死两伤的惨剧 文化部长郑立军表示万袭 也会协调陆委会全力的协助 不过外界质疑 中国当局已经发出多次的警讯 你旅行社还是依然前往 观光局表示将展开调查 旅行社的行程 如果没有注意将会开罚 大片落石滚落山壁 砸中赴中国三峡景区观光 台湾西院工会旅游团的五名团员 硬生生遭到落石重疾 除了两人受伤 更有三人混沌异乡 死者还都是影视圈的重要人物 葛世强 李自强 王雪华 对影视圈痛失人才 文化部长郑立军难掩哀痛 非常的震惊意外 而且非常难过 相关文化部我们可以协助的地方 我们也跟陆委会表达 会全力参与协助 强调文化部与陆委会都会全力协助 但中国湖北近日好与成灾 出现土石流 甚至中国当局都已经发布多次警讯 为何旅行社还是坚持出游 领队的说法是没有下雨 那我们也查了一下 三峡人家是一个5A级的警区 所以我相信一个5A级的警区 一定有相当程度的一个 所谓的防外安全措施 那既然它能够让游客入内 我相信应该安全上的顾虑 应该是没有的 这个是以当时当下的状况来判断 还原联姓领队说法 表示事发前一天下大雨 但15号当天天气阴阴的 后而飘点水汽 加上当地船公司也说 去警区是安全无余 却仍然抵不过意外灾害 下雨没有啊 它的重量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 下雨过后 大概两三天一定会饱和到一种程度 它承受不了 它就下来 虽然风雨间歇当天没有立即危险 但中国当地早就出现谈防意外 如果是旅行社没有注意到旅客安全 继续出游观望局除了展开调查 也寄出罚则 行政违规跟疏失 那本局正在调查当中 那如果旅行社跟领队确实有疏失的 有违规的话 依发展观光条例 旅行社应财罚五万元罚还 领队的部分是一万五千元罚还 三十两伤的意外 谁都不愿意发生 但若是旅行社没有注意到行程安全 交通部将开罚五万元 不对比如此低的罚则 人命真的好不值钱 民事新闻通话报道 好 台湾人附中旅游又发生意外 这次旅行团游三峡 因为落实摊坊造成三死两伤 我们看到其实这几年 附中旅游几乎是年年出意外 我们看到这包括2013年发生 这湖南张家界的这个旅 这个游览车翻车造成三死十一伤 2014年厦门华也是旅行车 游览车翻车也是七死十七伤 还有2015年的九寨沟 也是土石崩落 树倒下来造成一死四伤 还有2016年的福建龙岩土石流翻车 一死二十伤 还有2017年就今年的六月份 新疆也是因为游览车冲到边坡 那造成六人受伤 可以看到每年都发生这种情况 那发生情况之后再来去检讨 说实在的为什么同样的错误可能都会一再的发生 那这次出意外的中国三峡人家 是旅客一定会去造访的秘境 那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旅行同业的人也说 这是北京故宫同属5A的旅游景点 古色古香的文化以及山水壮烈的景致 是吸引世界各国的游客 那国内旅行社的团费 基本报价是三万五起跳 还没有包含小费 签证费 自费项目 但依然吸引旅客趋之若鹜 鸣笛声取代了两岸原声 走在万重山间的不是青州而是游轮 长江三峡浩浩浩商商 位于西陵峡境内这一处奇幻壮丽的风景 就是三峡人家 游客乘船畅游西陵峡时 都会选择一个叫三峡人家的地方 上岸停留 占地十四平方公里 八处文化发祥地之一的三峡人家 与北京故宫同属中国旅游局 平定的五级旅游景点 融合三峡文化精髓 国内外游客取之若鹜 有种世外桃源的感觉吧 凝结仙境 我都感觉不想回去了 我都想 我都很想到各地方来住的 景区有如世外桃源 人间仙境 杨家溪军事漂流 石令牌 灯影石 明月湾 灯影洞 还有土家文化的吊角楼 和别具一格的土家婚礼仪式 都是三峡人家的卖点 三峡人家 其实是宜陵区三斗平镇的石牌村 它位于西陵峡 明月湾的南岸 在二十平方公里的区域内 石牌村融合了 山上人家 水上人家 西边人家等 众多霞江风情浓郁的景观 国内旅行社推三峡行程 还分成上水跟下水 上水是逆江而行 从武汉到重庆 下水则是顺江而行 从重庆到武汉 白天经过景点 可以上岸游玩 因此下水的豪华游轮团 基本费用就要三万五起跳 还不含小费签证 以及自费项目 这里的节奏 似乎总要比外面的世界 漫上班牌 市外桃源的壮阔景象 因为三峡大坝的建立 导致部分景点流失 而保留下来的高山阔水 也让游客争相轻堵 这上有万刃山 下有千丈水的景致 明星文综合报道 高雄陵园的海军陆战队靶场 发生榴弹射伤民众的意外 另一位找来当地的里长 跟陆战队的副指挥官 一同出席记者会 里长是痛骂军方 让村民活在恐惧中 而陆战队当场表示道歉 也会修正官兵射击的习惯 和霸场射击 陆战队副指挥官刘玉平 一鞠躬向民众和里长们道歉 因为照片里 这枚5.56军用步枪弹 竟然飞了1.5公里 射伤中石化小岗厂的员工 还造成了气凶 更糟的是 除了人员挂彩 场区内 车辆前挡也被打穿 将散落的另三颗弹头 陆战队高雄陵员靶场 一天内窜出五发榴弹 记者会上里长们气不过 指着将官的鼻子痛骂 说乡亲们都活在恐惧之中 12号上午在陵园八厂发生的 榴弹伤人事件 八厂一公里外 就是一大片石化厂区 先不论是否引发气爆 中间的西兵公路来往车辆多 如果打中的是驾驶 后果同样不堪设想 陆战队初步研判 和官兵射击习惯有关 所以我想我们没有办法接受 人民处在这样一个 高度危险的一个状态 如果没有办法有效改善的话 我们要求停止使用这样一个靶场 榴弹伤人事件非同消克 陆战队势必得尽快处置 再怎么说 靶场大门所写的一发命中 绝不是用来对付自家的老百姓 银行员与与与谈谈报道 稍后带您关心连日豪雨 造成花冬多处道路摊坊 其中受风向水连村连外道路中断 山上居民面临家园被催残 还有断粮危机 详情马上回来 大雨轰炸过后 台东上午天气终于放晴 资本赋野饭店连续两天 遭到土石流的袭击 预计损失超过千万 而困在南横山区的82人 一路传出有断粮危机 上午空勤队两度升空 终于顺利空投物资 不过天气也好转了 多数山友选择步行下山 运输直升机准备升空 空情人员忙着要把物资送往山区 因为南横公路力道至向阳工作站 多处摊坊土石流 顿时成了孤岛 有82人受困两天就快断粮 原本清晨要进行空投 无奈气候不稳定 被迫暂停 直到10点又再次空投 上周末有登山客合法申请进入资本领道 却因为大雨瀑布变成洪水冲刷路面 南横道路柔长寸断 下山的路困难冲冲 救难人员搭木头桥 跨过大水 攀登越过土石流的方式 才勉强抵达林物局的向阳小屋 幸好天气好转 陆续由山友自行下山 部分人员仍守在向阳游乐区 才结束这场虚惊 登山客我们也看今天下午 台风外围环流 加东北风共办效应影响 台东豪雨不断 最惨的关山镇 大郡平时灌溉三千多公顷农田 清城严重溃堤 洪水冲进民宅不能住 居民紧急撤离家园 又弃又无奈 怀疑江源过度开发 山坡遭烂垢滑 导致淹水 做农桌种姜啦种石嘛 汽水排水都没有整治喔 而且雨量这么大 山坡的水全部灌到冠山大郡 要不然冠山大郡大牌的排水 管制都非常好 长期以来都没有这种载情 同样很惨烈的海友赋野饭店 经过两天瀑布楼梯还在 饭店内的土石堆成一座座小山 地上满是泥泥 堆土机来来回回清理 怎么清也清不完 此时号土石第一次灌进来时 重破落地窗 用餐区的餐点变成野稀 以为清理几天就能恢复正常营运 那知道隔天又来了 而且情况更惨更严重 15号清晨大雨 让饭店再度遭土石流侵袭 餐厅几乎被土石淹没 高度近半层楼高 如今饭店变成泥沙屋 损失超过千万 只在好无奈 2013年被天吐台风侵袭 这回饭店再度重创 幸好雨停了没让损失扩大 不过清理恐怕还得花上半个月 才能重新营业 女士新闻林玉瀚台东报道 还有花脸也是多处道路摊坊 寿风乡水连村的连外道路中断 山上居民不仅面临着家园被摧残 还有断粮危机 乡长村长一早去搬物资给山上的住户 还有复兴新村正在进行的排水工程 大雨却造成了严重积水 掏空民宅的地基 居民大骂 这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你看我退休了以后本来要来这里享受好好的晚快乐 心灵负担好重了变成一种负担了 居民打着赤脚从山坡上走下来 一看到乡长马上向他大吐苦水 原本选定花莲好山好水退休定居 没想到大雨下不但连连外道路被冲毁 连厨房地基也被雨水掏空 山上都没有办法下来 山中居民连外道路中断 花莲38-1线道水莲村往北坑方向 大树被长风帘跟拔起 电线杆被吹得东倒西歪 国庸马路也被冲断 看不出原本的样貌 马路都成了黄土泥泥 水莲村居民无奈 天灾酿祸 但复兴新村眼前的惨况 有住户认为恐怕是人祸 很多人啊 艺人市场都来了 还是没有处理啊 可是他说前面的排水工会先把它们做好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景临美轮溪的这处民宅 因为处于低洼地区 一旁的排水工程 遭到这几天大雨灌入 不断冲刷民宅地基 房子悬空变成围楼 居民气愤难耐 所以这座堤房在施作的时候 那再加上这几天连续好大雨 那冰沟在开洼的时候 因为雨量实在太大 而且连续下了两三天 所以造成了这个 低洼地区的这个水 没办法排泄出去 所以造成冲刷到这个民房 我们已经开挖底下的冲刷面 那目前呢 我们会请厂商 尽速来加快这个排水工的施作 那另外针对这个民房底下 有一些掏空的状况 我们会立即的请厂商来做回田 县府人员承诺会尽快回田 强化房子地基 天空放晴 居民希望县府说到做到 不然台风又来大雨狂下 他们又要胆战心惊了 明星文吴振燕花联报导 进入秋冬又是中部地区 空气品质不良最严重的季节 有时候天空看起来是灰蒙蒙的 那许多民众会自己买空气盒子监测 但数据落差大 台中市环保局比对这家发现 市售的空气盒子 比监测站的数据要高50% 虽然数值有误差 但还是有参考的价值 天空灰蒙蒙监测空气品质 有人自己来 但空气盒子跑出来的数据 真的能反映实际空污程度吗 测试一下 在室内空间点燃纸张 顿时烟雾弥漫 三台空气盒子数字开始跑啊跑 不一会儿时间 左边这台测得PM2.5数值 103.5维克立方公尺 中间数值最高 PM2.5 615.5维克立方公尺 最右边这台则是303维克立方公尺 环境因素相同下 测得的数据落差却这么大 中央还没有把空气盒子的 这个分析方法 定出国家的标准方法 所以还没有标准的认证的实验室 所以目前这些数值 都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台中市环保局研究比对之下 空气盒子数值比监测站 高出大概50% 我们建议还是以我们官方 设置的空气品质监测站的数据 来代表当时的 这个空气品质的状况 烟雾从这头 经由黑色的外气清净系统 利用高压静电的电子式集成滤网 瞬间烟雾转换成干净空气 建商找来日本厂商合作 等于将住宅全天后 开启了空污防护罩 民间官方各出其招 市府严密把关监测 提供正确环境数据 全力对抗空污 你是新闻层层 陈建华 蔡瑞妍言台中报道 高一董事会跟校友会的争议 越演越烈 礼拜天适逢高一百年的校友会 大批校友聚集高一的门诊大楼 把中和纪念医院 以及起川大楼招牌拆下来 董事会知道之后非常生气 表示要追究法律责任 在场的都是高雄医学院毕业的校友 在社会上一向给人 温文儒雅印象的医生 没想到硬起来直接拆招牌 高一校友会长期不满 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 被前高雄市长陈启川家族把持 两方公开杠上机院隐身 15号上午适逢高一举办百年校庆 分散全球各地的校友回到学校来 而有部分聚集在门诊大楼 直接把中和纪念医院 和起川大楼的招牌拆下来 把事先做好的新招牌挂上去 校会都已经结议 而且大楼就不是组织规程的 一个必要性 说要更改才能怎样 那校会结议了 那我们也经过前提 教旨员生的一个投票 那我们就把它改成自由大楼 校友会最主要的诉求 认为创办人是杜聪明博士 而非陈启川 还找出历史文件 证明陈家当初没有捐地 要求交出经营权 而董事会也发出了声明稿 认为拆招牌是草莽 制造动乱严重违法 将会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 而一般的高雄人 堆着起纠纷是物理看花 根本也没发现招牌换了 高一是谁创办 陈启川吧 为什么会有这个印象 我常来看 我也没有给他注意 好像是这个人 高雄医学大学 附设医院旗下的经营事业体 一年盈余近百亿元 还牵涉到民众就医的权益问题 现在还闹到了监察院去 接下来高雄医学大学校长 任期将界 又成了双方的角力舞台 民事新闻 陈依盈 段山田 高雄市报导 动涨22年的台铁 票价确定要涨了 首播锁定电子票证 现行9折 优惠缩首为95折 平均每人每个月会多出150 不过考量 明年底会有这个县市长选举 会冲击选情 预计明年2月春节过后 就会调涨 动涨22年的台铁票价确定要涨价了 将近40万的通勤族 荷包恐怕也得跟着缩水 所以交通部跟台铁一直有在研究要不要调涨 我们有我们不排除 我知道这22年没有调涨了 对台铁不太公平 对所以这件事情 台铁是有在一直做一些各种方案的这个建议 台铁现在要涨价 22年不涨 说不让你涨也不合理 要让你涨心里又不甘愿 是我想我们一定要从竞争当中来进步 从观摩当中 涨价要有理由 你要让消费者觉得我该付出的 好你给我涨了价 结果还是分像这种莫名其妙的出入口 是是这个都是票务系统里面要去改进的 台铁平均一天有63万人次搭乘 有将近40万人使用电子票证 可想票价9折优惠 不过现在交通部拟定把电子票证的9折优惠缩水为95折 以每趟30元来算 每个人一个月就得多出150元 也将为台铁带来2.5亿元的收入 今年5月台铁就已经向交通部提报涨价方案 交通部也多次开会延商 将先采分段制的票价调涨 时间就定在明年2月 不免让人联想有选举考量 完全没有 坦白说选举的时候去谈票价调整 绝对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 所以我们不是去赶这个热闹 而是真正的把这件事情该做的检讨持续进行 交通部长强调将会考量转成优惠 最快农历春节过后就会调涨 不过旋在这个时间点是不是怕冲击选情 也格外引发关注 明日新闻联居郭南宏台北报道 嘉义有许多古早味小吃 但大多没有看板 今天带大家看嘉义的古早味小吃 台南人收的香肠熟肉 嘉义人称作卤熟肉 卤熟肉起源的典故 听听漫画家渔夫怎么说 古早味的美食鸡卷在嘉义也有不同的称呼 结果在嘉义的称呼又不一样 说什么呢 说要做三思郭 三思郭 对三思的就是肉丝 薄鸡和豆子 下次大家经过嘉义 有兴趣不妨顺道品尝 明日新闻综合报道 桃园巴德有五万多人是来自马祖 因此有马祖新故乡之称 许多传统美食也融入马祖味 桃园每年都会举办马祖文化美食节 今年特别的是 晚上会有千人的食福宴 有鱼有肉菜色丰富 而且一桌不用两千块 消息一曝光几乎被定光 香醋的季光饼包着满满的炒蛋 一口咬下吃过的人都说赞 桃园市副秘书长边吃边点头 频频说好吃 再看看整桌的佳肴 由大人小孩都爱的糖醋鱼 炸鰻鱼和刷嘴的炒米粉 有菜有肉还有汤 看了胃口大开 而且价格两千元有找 这一次的千人食福宴 一桌才一千五 这个消息一步方之后 很快的就秒杀了 所以九十九桌 九十桌已经卖出了 一年一度的马祖升天祭 和马祖文化美食节 这个月二十八号即将在桃园巴德 文昌公园登场 白天举办升天祭 从假节到祭司大典 都依循鼓礼进行 还会邀请其他公庙一同共享盛举 晚上的重头戏 千人食福宴 所有食材都从马祖空运来台 菜色一曝光 加上优惠价格 马上秒杀 那在桃园市居住的马祖乡亲 总共有五万多 比居住在连江县的乡亲还多 所以这个姐妹线关系呢 在过去我们都有很好的传统办多项活动 有得看又有得吃 活动当天除了马祖绕境 还会有单包习俗体验和闯关小游戏 就是要让民众到场体验马祖文化 明年县市长选举各阵营动作频频 上一次2014选战 国民党在县市长选举仅获得六席 不过学者分析 国民党地方经营实力雄厚 不容小觑 备战2018 国内各主要政党纷纷展开提名作业 执政的民进党 预计11月底前完成连任县市提名作业 最大在野党国民党 也组成了提名协调小组 学者认为 国民党虽然接连输掉地方与中央执政 长期执政在基层累积的政治实力 不容小觑 全台湾所有管市里面的管市议员 我们总共有9707社 国民党有386社 民进党比291社 所以国民党赢民进党很多 如果我们在加上 这个最多第三名 这个叫武当职 甚至这个武当团结联名 这两行 这就说武当的就对了 武当 偏了一些形态 在台湾的基层里面 是不是高显主席 又非常非常根深蒂固 2018年九合一选举 政治势力是否再洗牌 值得关注 明日新闻综合报道 中国十九大将在十八号召开台湾长老教会和台湾国家和平研究协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发表新书 希望台湾能够发挥柔性国力不再受中国威胁 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召开前夕台湾长老教会和台湾国家和平研究协会共同发表 使台湾不再被征服柔性国力的发挥这本新书向国人喊话 习近平他他是要把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政权要稳定之外 他有更远大的一种自我历史定位 也许他的目标要成为毛泽东第二 对台的一个政策 他一定势必会走向更强硬的 强更强硬的 软更软 超越传统的武装国防 来包括所谓轴性的国力 公民防卫 跟台湾目前这么合拨的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组织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立法单位行政单位民间一起来做的话 我们可以有信心来克服 发表会上朝野立委都到场 其中时代力量立委林长佐 认为台湾不应该局限在邦交国的数量 因为在很多国际场合 支持台湾的是对世界有影响力的大国 却不是台湾的邦交国 台湾应该跟友善的大国保持良好关系 不能再掉入一个中国代表权的这种论述里面 要跳脱旧政治的那一套 跳脱旧的党国时代 外界预期十九大后中国将会有更多打压台湾的措施 长老教会和多位有本土意识的立委都主张 透过公民自主的力量决定台湾的未来 民視新闻言论黄启豪台北报道 马祖升天祭和马祖文化美食节 将在这个月二十八号登场 白天举行升天祭 晚上是千人食福宴 新闻最后带您看有哪些美食 我是许荣江 我们再会